《自然》杂志说明新研究结果,针对长期新冠病症,接种疫苗最多只能将风险降低一半,且极少部分人群还可能根本没有作用。 研究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在被突破感染并痊愈之后,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出现新冠病症,且数据同时也反驳了被突破感染之后,免疫功能会更强的不正确说法。 主要原因是,决定被突破感染的风险高低有四项,分别是疫苗种类、完成接种的时间、变异病毒株以及自身免疫力。 首先以疫苗来说,疫苗可降低感染风险的程度,分别是辉瑞可达到95%,与莫德纳可达到94%,其次是疫苗带来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递减。 第三,是变异病毒株,则是四项当中的最大变数,因为不同变异病毒株针对不同种类的疫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免疫逃逸能力。 最后是自身免疫力,其中包括接种疫苗后能激发出多高的免疫机制,能维持多久的免疫效力以及是否能降低疫苗递减速度等。 换句话说,被突破感染之后可能产生更强大的混合免疫力,但这种情况多数只会发生在原本就比较健康、基础免疫能力较强的人群。 相较之下,对于幼儿、年长者或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几乎很难达成。 且更多研究还发现,经历过越多次感染,确诊病患的免疫力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阶段的接种疫苗目的都是为了降低重症与住院风险,而无法达到百分百免疫。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